5号码 1号码 挂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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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录着我给你拍一个角色 拍一个角色 第一 第一步来把刀片退回来 看这个片子 你看没得意 全都归一归的 这第一根线 这不有四根线吗 全部把片子退到第一根线 好 全部推到第一根线 然后我们工具 把这个推上来 刀片推上来之后 我们往里插 插了多少孔点 试一下把刀片推出来 往外一扒 你看 往外一扒扒不动 这证明插的是正的 我插反了看一下 好 我现在反过来 工具反过来 你看我一插进去 我一推刀片 你看 我现在这工具往外一抽 它会往外推一块 看到没有 这样的话就插反了 不要扭 这样扭的话 用于把工具扭断 我们抬开 然后再把工具反过来 好 这个时候我们推出刀片 把刀片推出来 扭之前一定要把刀片推出来 然后往外一扒 你看 巴不动就准备 它没有剪写 就准备它插正了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 不然有扭动开切 好 开了 开了之后 它就成为了一把钥匙 我们把工具拿出来 好 拿出工具 它这里有四根线 所以外面这一根就是一 第六根是二 第三根是三 第四根是四 然后假如说这个一号车 它上面先是三 二号车先是三 三号车先是四 四号车先是四 然后这样的话 当然手控就直接做腰车 也或者直接用机器去做 剪片 另外 那么另外说的工具 先用这个或者是 单狗或者是需要捏的 使一下这个片子松筋度 如果都是不紧不松 不紧不松 就证明这个工具 二个可以直接使用 通过这里发出些 我都提前给测试一遍 好 先说一下 新的H16 HB汽车数码 快卡通知 使用方法 首先把它盖子打开 我们看到里面的话是数据片 里面的是数据片 这数据片是可以挪动的 挪动的 可以用手指或用尖的那个顶针挪都可以 但是首先的话一定要归到一号位 一号位是和这个这条线平行的 一号位 先这个面归到一号位了 这个面也归到一号位了 这是12345678 这个排序的 然后我们现场开完 开完读书 把这个导片 推到前面 推到前面 一定要推到前面 然后把那个插件锁 锁新的面 插入锁新 记得导片 导片一定是在最前面的 最要最紧 最前面 插进去 然后拔出这个导片 通过后面的这个自动装置 然后旋转 旋转是左右旋转 左右旋转 开了 门可以开了 然后我们把它关到往右边 因为它里面已经成数据 有数据了 所以你可以关开 这是关的 这是开的 然后我们读书 读书要把这个推到前面 然后再拔的工具出来 然后读书 可以看到这里 比如说这里就是 这里算是一号位 这里算是一号位 到这边的话是 二号位 一号位 二号位 四号位 到这边是三号位 三号位 这样就可以 把这个这个数据 输入那个钥匙机里面了 这把的话就可以成为一个钥匙 我现在再次把它插进去 依然是可以用的 关门 关门 OK